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哥还透露了自己负责养家 老婆负责貌美如花的梦想 我苦吗 我的内心如果有苦的话 我都不说 谢谢大家 谢谢 祝你生日快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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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姚妞送生日快乐 有热烈盈眶 接下来有请李永这个生日感言 谢谢大家的盛情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的盛情 老实讲 我非常的感动 我也是一位感性的人 但是我对我这一生做过的一个评价就是 我很朴素 今天我为什么感动 其实最感动的是 在这样一个录制现场 耽误大家的时间 我感到非常抱歉 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长这么大 离开新疆之后 我就没有做过生日 原因是我把我所有生日的时间 和我的女儿病鬼了 所以感谢大家的盛情 我希望能够在生日 在上海工作 把全部的工作状态 作为对大家的回报 谢谢